一颗奇怪的陨石坠落山林,乌兰水源 一位大树意外喝下 没有想到身体发生巨变 瞬间成熟 大家好,欢迎来到球链,我是琼哥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一部科幻电影《练利》 故事发生在韩国 女孩小薇经营着一家杂鸡店 由于生意十分火爆 还迎来了当地许多的记者前来采访 大家都对小薇的杂鸡赞不绝口 而在采访中也得知 小薇的父亲在自己10岁时就抛下了母女二人 小薇是靠着母亲辛苦打工赚来的学汉前长大的 由此,她就在心中按下决定 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而这家杂鸡店生意的现龙就是最好的回报 但好景不长 由于政府和当地采访的施压 这块圣地被要求强拆 小薇和一众店家都极力反对 采访只好另寻出路 雇佣了不少无业游民 强行迫使他们离开 一天夜里,小薇在店里露水 那群混混全副无传 带着铁棍将杂鸡店的门窗给砸烂 更是将小薇给围攻报导 好在母亲即使赶到开车撞向了人群 但没有想到其中几个比较暴力的晃晃 竟然直接将母亲从驾驶室拖得下来 在争执中,母亲的后脑勺着地 虽然邻居帮忙将母亲送去急救 但伤中要害手术并没有成功 另外一遍,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颗神秘陨石 她带着伤蓝色的光波 一路投射到三里的药犬水中 十分臭巧的是,小薇的父亲也就是男主 正好喝下了被污染的泉水 察觉到味道不对后立马拖了出来 还和其他人说谁变质了 但没有人相信 看来这玩意注定是男主的 而男主自从离开小薇母女后 就在银行当保安货日子 不仅好吃难做 还只拿公司的咖啡和卫生纸 而宝吉大妈发现大叔的所作所谓后 也随着偷免费的咖啡 结果被闺人给训斥 男主尽撞乎溜溜的逃走了 等到了晚上,孤独的男主 独自也能在便利店门口喝着烧酒 突然肚子感到剧痛 随即面前的植被 并像是被人揉成一团似的 同时周围的座椅 也像是被怪力控制一半半半倒了 电源将男主赶走 而当男主回到杂润的家中 苦慢的想要点个烟 竟然能够隔空将打火机 顺利到自觉的手中 而接下来男主便接到了小薇的电话 被告知妻子李世的消息 一直在逃避母女俩的男主 这时不能不去参加战礼了 之前的那群小慌慌还来战礼捣乱 其中的社长十分不客气的 甩下了一个装满现金的信封 企图以此来慰望小薇母亲的死 小薇自然十分的不爽 直接冲上去争乱 但毕竟力量悬俗 社长在战礼上当了一番后便离开了 而男主在身后一直无动于衷 等到战礼结束后 男主和帮小薇的律师小哥 一起来到了一间破败的杂技店 这个小哥暗点着小薇 竭尽全力帮助他守住杂技店 大致了解情况的男主独自走在了街道上 脑海里面回想起战礼上女儿失望的模样 生气的想把烟给丢掉 却没有想到周围的垃圾堆竟然飞得起来 意识到自觉的身体出现了某种神奇的变化 男主立马回到了家中用打火机做实验 成功的将打火机在空中移动 还弹到了自觉的脑门 随后按照男主心中所想的 将屋内的所有物件都在空中漂浮 这可把男主给高兴坏了 打算上电视登台表演魔术壮大全 另外一遍 小薇还和其他的商户三连对策 他们不能用暴力反制 否则计较的舆论就会扭转 而男主前来还希望说服小薇放弃 别管什么杂技店了 自己能够靠变魔术赚钱 但小薇拒绝了 男主愤怒的离开 到了晚上男主来到了一种会 给老板展示了自己悬浮的技巧 烟灰缸在老板的面前升起下落 然后男主用魔术机密谈刷的过去 成功获得了白眼的机会 而小薇和律师小哥仍然坚持不懈地搞垮裁判 企图用母亲的试检证明赢得一些胜算 但警察官却说这完全证明不了什么 并且当时事发时的行车记录音 一再经被裁判断的手脚 完全是难上加难 而男主此时还跑来找小薇 再次劝他离开 还给他展示了自觉的能力 滑稽的利用领带模仿成蛇 但小薇只觉得荒唐 当男主将小薇身边全部的东西都漂浮起来时 小薇则更加的生气了 毕竟父亲从小就离开了 现在这个时间点来 就是为了展示这滑稽的魔术 小薇对男主的恨意更加深了 然后接下来的日子也没有消停 浑黄们再次袭击了市场 拿着铁锅怒气冲冲的 想暴力赶走他们 双方再次扭打成一团 男主此时文迅赶来 由于担心扭荡位 男主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打在门口的浑黄给干倒了 但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时 浑黄们将近被打翻了 男主还控制了一个胖子 在空中跳起了华尔茲 当警察赶来时才停下表演 而来到警局的双方又是乱冲一团 社长将当时男主打到的录像 播放给警察 但这现象很难解释 警察也只好以双方过失慰忧 吹伤了大家 不过邻居们都很开心 那位男主帮助了他们 小薇看着他们十分愉悦 也开始欣赏男主了 而到了晚上 男主在天台 给大家表演自己神权的技能 用身体将远处的柜子给困制做 还用汽车吓唬断手的混合们 大家都对男主的超能力表示赞叹 也认为混合们暂时不敢来欺负人了 而律师小哥 杨伟小薇不要再过于计和男主 稍微有些是男的小薇 第一次带着父亲来吃摊泡饭 他还担心男主的身体 毕竟这种情况非常冷 虽然男主这边暂时安稳了 但社长这里可不好交代 社长却赴红门宴 被女老板抱着了一顿 女老板还出名的故意录音 企图自身事外 社长正好归地求饶 并承诺女老板在48小时内 解决掉那些丁字户 而拆迁这件事也被记者给报道了 还播放出男主使用超能力的画面 但滑稽的是 政府前来的专家声称 这些种尖端的武器 称男主是朝鲜方的势力 如期一来 看到新闻的大家 又对男主产生了既定 紧接着警察 据男主当时当过保安所的小偷小莫 唯一抓住了他 但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律师小哥得到了小道消息 那些警方早已经被女老板给收买了 故意安排了抓走最难搞的男主 随便找个人杀掉男主 再向警察治愁 事态的走向 越来越对小微不利了 然后此时武警也来了 政府声称小微他们是非法抗议事务因 打算直接暴力镇压 而小微他们则用自制的玻璃瓶炸弹 当作防卫工具 但力量选手 做得很快就被包围了 小微为了救邻居 还差点被炸死 双方就将僵持着 另外一边 女老板在和男主进行谈判 他见识到了男主的技能 想要收买他 毕竟他的超能力比得上许多的手下 男主一直沉默不已 毕竟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女儿 正处于危险之中 而商场的火势越来越大 小微让大家立即到屋顶击合 避免被警方误伤 而男主被押穿的过程中 也看到了现场直播 直接困住了警察的手机 看到了翔雪的新闻 此时他又想起了 幼年时女儿流泪的画面 立即用一脸困制打开了手铐 还将监狱的门给破坏 办公室和警察们都被怪力给困制 在空中旋转跳远 而女老板在去地下室时 也被爆炸的余威给吓到 男主直接跳床而下 这几秒钟 确实有点好莱坞的感觉 他来到了女老板的面前警告了一放 随即运用超能力 原地一上天 这简直就是超能啊 在各个大厦之中 穿梭但毕竟还不熟练 差点把自己给摔死了 好在最后顺利来到了 即将被拆圈的地方 顺便飞折救下了即将聚落的邻居 目前然眉至今还是要找到女儿在哪里 男主一飞春天撞进了建筑内 把武警们给直接干方 而在天台的警方们 还不分析地暴打无辜的商户 小薇这次也被警察给抓住了 被困在吊在昆村的集装箱内 但没有想到好心的小薇 还是冒着生命危险 去救下一个即将掉落的警察 而在关键时刻还是男主出场 原本他想用超能力 稳定住整个集装箱 但操作失误 而在最后男主飞天 抱住了小薇 杀户们都暂时安全了 而男主此事也收敛了超能力 甘心被警方逮捕 毕竟和政府对抗可是重罪 就这样时间过去的四年 男主终于出狱了 但裁罚那边也有了报应 几年前 煞费苦幸想要开发的地皮 却因为公司的腐败未能动工 而小薇的杂鸡生意仍然在继续 哪怕并没有在闹市区 客人也不少 影片的最后 小薇和律师小哥结了婚 而男主则利用自觉的超能力 为客户们顺散酒水 看完了不得不说 虽然主人公集结了 大部分超级英雄的技能为一体 但整体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过瘾 为了炫技而炫技的剧情 还是有点逊手啊 不过整体可以看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